女生的角色會是這樣 跪的 然後趴著頭比較低 應該看得到 然後就是往前往後 它比較 如果你技巧還不錯 有的男生喜歡女生繞圈圈的 但是這個我覺得 只是樂趣 沒有說是舒服 感覺很酷而已 但其實沒有特別爽 好 OK 那我們就開始囉 在開始之前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小助教跟我們的小當手 跟娜達的呼籤 嗨 這是慧君 她的全身都叫她是Jenny 她是健身教練 也是很常來上我的課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小助教 這個是長頸路 她今天會負責當我的伴侶 對 這是長頸路 然後 謝謝Caroline借我的道具 她是老公 這是老婆 你去拿小老公小老婆 這是小老公跟小老婆 這是小老公跟小老婆 對 其實也是我們的小助教 OK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我先講一下我們今天會介紹 六個動作 會介紹六個動作 那基本上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介紹太多 很華麗的 只能介紹最常看到的 那這六個動作男生 就只要負責躺著 這樣就可以躺著 我剛才介紹的動作男生 就只要負責躺著 這樣 好 另一個是倒踢蹲上下 倒踢蹲上下 然後給沒有上過我課的朋友講一下 倒踢蹲是指這個動作 因為它有點像是一個T字形倒過來 所以我把它叫倒踢蹲 那平常跳Turt的話 我們是會上去的時候 屁股翹起來 下去的時候蓋蓋子 而就是屁股不要翹好 然後我們把屁股翹起來 就要先蓋子 下去是蓋蓋子 上下上下這樣 但是如果是在做愛愛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先蓋子 就是一直維持蓋蓋子就好 就是直接這樣 所以它看起來會是這樣子 然後女生就是負責蹲好 上下上下這樣 可以理解吧 上下上下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有一點點危險 因為它比較適合 就是男生那個 叮叮叮叮比較直 比較長的 因為如果不直的話 可能會坐一坐就會折到 對 如果比較長度不夠的話 會有時候會滑出來 滑出來你再坐下去 一樣會折到 所以會比較建議就是 伴侶如果是比較直 比較長的才坐這一個位置 對 然後這個動作非常簡單 我第一個介紹的是 比較簡單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動作很適合 就是如果男生是 比如說他有點坐著 有點坐著看到吧 可以看到嗎 女生也可以在這個時候倒梯蹲 這樣 倒梯蹲 然後女生可以扶著他的肩膀 這樣 這樣 這樣上下 這個也是倒梯蹲可以用的 腳進來 這樣 可以嗎 還行齁 有問題了 老師需要墊高枕頭嗎 請問你是說倒梯蹲這個動作嗎 因為其實不用耶 你看喔 這樣 這是男飯 你如果 你墊枕頭是墊更高的話 你會更難做 這樣 這個是側面 側面會長這樣 這樣 這樣 對 所以不用墊枕頭 這樣 然後如果是背面看起來 會是這樣 上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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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快一點這樣 快一點這樣 然後不用加鮮蓋 蓋蓋蓋 蓋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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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我們第一個很快要介紹 第一個我是介紹最簡單的動作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烏鴉 烏鴉式 這個有一點點 難 對 然後為什麼會用烏鴉式呢 就是 我們剛剛有講到倒梯蹲 它是 直直上直直下 那 如果你的 男伴 你的伴侶是喜歡 你直直上直直下 你可以問他 你可以直接問他 你比較喜歡上下 還是比較喜歡前後 你就問他 如果他很喜歡上下 我超愛上下的 女生上下 那 可是女生體力又不夠怎麼辦 因為倒梯蹲真的超級累 它是 就是 Twerk動作裡面 應該算是 數一數二 很累的 GK入境 對 超級累的 我跳過Twerk 到倒梯蹲超級累 對 那如果 如果老師說 那累到沒體力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可以做烏鴉 對 身體肩倒梯蹲很累了 男伴在這邊 累到 腿太痠了怎麼辦 你可以把你的手 放在前面 然後重點來了 會去腰一起練習 那你幫我摘 這個後面這邊 對 如果你重倒梯蹲累到腿痠到不得了的話 你就把你的手放在前面 然後呢 你的大腿的內側 要掛在手肘上 就是你會覺得你的手 跟大腿的關係是這樣 撐著 然後撐在上面 那我先說 這個動作基本上呢 我自己是 如果有偶包的人 會覺得有點醜啦 哈哈 會覺得 有一點點醜醜的 可是沒辦法是為了男生付出 所以 有的男生他就是喜歡上下 那你就可以考慮做這一個 我也這麼覺得做不得好處 我現在做一次 我做一下 我現在 想一下 我馬上做一次 先讓你們看側面 側面是這樣 然後我開始做 這樣 喔 這樣 這樣你看 烏鴉的話 就是你的手啊 可以把自己的攝影撐起來 你看一下 可以長這樣 有看到嗎 我會不會被瑜伽老師罵 他說 烏鴉不是這樣做 對不起 瑜伽老師不要看 瑜伽老師不要看 我只會長很像 瑜伽烏鴉的動作 有像嗎 我不知道 我就是覺得很像 應該長 就是你會撐這樣 烏鴉嘛 然後你就腳 腳很輕 體重都歪 手上你的腿 就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你可能 做完之後 然後你覺得 欸可以了 我的大腿力氣又恢復了 你可以再回來 再回來 再回來就給你這樣 對 好 所以這是第二個 有人問問題耶 請問如何維持不腳痠 就是你平常就要練體力 練體能啊 你的腿平常就要練 如果 超齡 然後我覺得腳痠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要把體重分配到手上 之後再回到手上 然後再回到腳 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這樣很累很累 累到不行的時候 你就把手 放到這邊 然後變成 變這樣子 變這樣 這樣子 你的腿就可以休息 但我先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有教過學生 他沒有把手 就是他腿沒有真的撐在手上 他只是形狀很像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師我覺得好像更累 我後來去看 我發現他沒有把你的腳的體重落在手上 會去練習 這個可以借你或是有需要的嗎 他去做一次我看一下 其實我不會補給他 但是我知道這個動作啊 如果你沒有靠到的話 其實就是健身的另外一個動作 對 所以你要這樣靠著 只是我沒有辦法就寫 手要在外面你寫 手要90度 對 對 因為你看你的手說太腹了 我講一下 我再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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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面 側面我剛剛講 你不要手直直的 然後這樣子做 這樣子完全沒有分擔到 你的手要90度 這樣 看得到90度嗎 這樣 對 然後我把我的腿放在上面 就是這樣 撐著 撐著 如果是真的汙蔑的話 那個老師會叫你把手臂這樣夾住 可是我們應該不會 因為那個男生通常比較快 所以你其實那個手是有點往外面一點點 對 然後你的重心是這樣 你想要做一個伏地挺身 你可以假裝要親他 對 其實是可以沒力 但是你可以假裝要親他 然後 先對他一個壁咚的感覺 床咚 然後再靠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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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然後再順勢這樣 對 請開始 欸你沒有做我要看你怎麼會 對 這樣 撐好走 我身材好高喔 你在想要怎麼調整 那你腳比較開一點就對了 這樣 對 一二三 是 OK 好 來 那這個烏鴉 動作就講解到這邊 我要講第三個 其實蠻快的 因為比較難的在後面 我要留點時間給後面 床變軟的話不太好施力 對 對 Ivy問說 床變軟的話不太好施力 沒錯 所以 我們等一下後面有幾個動作 是否 就是床太軟了 那個 今天出門前有學生問我說 老師 倒替蹲他都會 站不穩 就是會無法保持平衡 你如果真的在做倒替蹲的時候 你可以扶著他 就是扶著你的伴侶 扶好他 扶著他這樣做 就比較不會倒掉 嗯 好 這個 倒替蹲下來不換一手 會 他要分享 就是你可以那個男生 我是那樣是男的 然後他可以手這樣 撐著 可能你會有一個那個十肢 喔喔喔喔 可以理解 然後那女生也可以晚一點這樣子 撐著 對這樣 這樣可以省一點力 可以可以 不是不是我感謝蕙君的分享 對 手要放哪裡了 這剛剛問的 對 平常可能就是放膝蓋上面 這樣 這樣 剛剛蕙君有講 剛剛蕙君有講啊 你會放在這裡嗎 還是 那是說做這件事吧 不是說跳舞吧 沒有 你問我跳舞倒替那個放哪 我就跟你說放這種 那個男伴傻眼 那你會放哪裡 一件傻眼 在那邊倒替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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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就是外配一件事 對 就剛剛蕙君有幫我們補充 他說 在 愛愛人的時候 如果你老闢跟手 不知道放哪裡 你可以扶他的肚子 或是抓他的手外 拉著這樣 然後或是 我有時候 我剛剛有講 通常是說做著 男伴做著 那就可以扶著他肩膀 扶著他肩膀這樣 OK 然後 讚讚 剛剛少講一個東西 就是我覺得烏鴉有一個優點是 除了它比較省力之外 它比較安全 因為你不能保證你每次坐下去都是垂直的 有時候床太軟了嘛 然後你可能有時候坐歪了 坐歪了你還好你手是撐著你的下半身屁撐著 所以你會比較傾 如果你發現歪掉了 你就會可以馬上煞車停跑這樣 不然就是很怕折到對方 好再來第三個我們要來介紹的是櫃座 櫃座有分前後前後跟上下上下 那我會先介紹前後 我跟你說就是這個啊 有看到場景物嗎 就是底下這邊我們是來模擬就是很粗壯的囊扮 上面脖子比較細的地方是來模擬比較瘦小的男伴 那我先來做比較瘦小的話 比較瘦小的話女生的腳可以比較比較靠近 膝蓋比較靠近 因為如果它是粗壯 就我剛說如果它很粗壯這麼大 你的腳就超開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我覺得比較適合就是比較瘦的男生 如果你瘦一點的話你就可以在前面嘛 前面讓你的這邊是有一個高度的 一定要有一個高度 如果你一開始就已經在碰到它 那你就沒辦法離開你知道嗎 所以一定要有高度好 好所以櫃座呢講一下 櫃座是長這樣 你的膝蓋小腿跟腳背 腳背都要在地板上 今天不要踩著啦 因為踩著很很不好動 因為你一撞到自己的腳你就下不去了 會卡住 你這樣你這樣子的範圍才會大 如果你腳踮起來 那就這樣就一直撞到自己的腳 沒辦法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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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所以跟大家說要放著這樣 好我先示範前後 前後是這樣 就是會長這樣 這樣就是前後 可是我先說 我先說Turk沒有這個動作 因為我先說好像跟Turk的動作很像 不一樣不一樣 Turk是撕上下上下 開始教Turk 講下來是不太一樣的啦 上去下來上去下來 可是前後是這樣 這是前後 因為看的出來不一樣吧 如果看出來我沒想打就來上去 對好 如果你的伴侶很壯 就是他可能比較大隻的話 你可以在他的身體兩側墊你枕頭 像這樣 讓你自己有一點高度 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樣有點高度 這樣你就可以離他有一點距離 讓那個距離開出來 這樣才比較好動 就是你可以墊個枕頭 或者棉被把它放在旁邊這樣 那 我要來講他的細節 有人小心細節嗎 我先說他有點像是溜滑梯 就是他下去就回來 溜滑梯下去就回來 然後從頭到尾 你的腳背一定要壓好地板 腳背要壓好地板 那膝蓋是可以有一點點動的 這個先放旁邊 先讓你們看一下正面好 正面會長這樣 正面長這樣 膝蓋會有一點點動 我發作一次給你看 不會那麼大 但是會類似 就是這樣 會有一點這樣 這是正面 那從側面看會是這樣 看一下側面 因為我跟你說 有些學生他不會做這個 他都會一直這樣 他會一直動身體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的屁股 根本沒有做溜滑梯這件事情 要真的往前往下 往後往上 所以你膝蓋靠近的時候 會往後往上 然後往前往下 往後往上 所以要真的把自己 屁股送到前面再回來 送到前面再回來 送到前面再回來 不可以一直在這邊這樣動 這樣子就是 等於沒有沒有動到 沒有動到 會不要試試嗎 好 但這個有點難哦 這個有點像手吸腳對不對 差不多 你做得很好 你做有有有有有 有前有後 對不對 有前有後 可以可以 就是這樣 然後 你的手可以選擇放在 男伴的大腿上 大腿上 你也可以選擇放在 他的身上 我其實看了蠻多影片 他是 我 我為了教這個 還看了蠻多影片貝克的 就有的會放在這邊 放這邊這樣 但我也可以放自己的腳跟這樣 對我自己好像比較喜歡 放在自己的腳跟上 對 好 我做一次背面好了 因為這個動作比較比較難 就是腳背 一定要壓好 不要踩的 不要踩的 然後 你把自己感覺能不能送出去 再回來 送出去 再回來 送出去 再回來 所以做快一點 我想這樣 會是這樣嗎 好 然後我要來講 跟他很類似的一個動作 第四個就是 跪坐的上下 上下 那我先說 我自己最不喜歡這個動作 因為我覺得 他 超爆累 然後又 那個 移動的幅度很小 就是我們會希望那個移動的幅度可以很大 移動的幅度很大 吞吞吐吐可以很多的話 那你就用這個就好了 這個就可以吞吞吐吐很多 但是 這個 這個可以吞吞吐吐的那個 範圍太少 所以上下就會長這樣 而且 有些女生會往前 再下來 往前 再下來 這件事情錯的 就是 有些人他因為力氣不夠 他會把自己重量壓在前面 然後就變成這樣 然後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有聽過 有人說 有聽說男生會覺得這樣還蠻痛的 你要試試嗎 不是 沒有 哪一個 就是貴座的上下 貴座上下我覺得其實還有一個 不要跟我分享 我還跟男生挺張的 啊為什麼 好 老師好像摸你了 就是那個男生啊 你可以這樣摸住他以後 這樣子這樣 動 然後你就可以順著你的那一根 實際上 對那一根 你說重點 我跟你說 姐妹們 我都會建議啊 那個 大家都會問我說怎麼保養屁股 屁股就是不要被摩擦到 那個 皮膚會容易長濕疹 或是會有毛囊炎 真的 對 所以 如果 每次 其實我覺得 前後是很好 我覺得只要男生抓的 我就說 可是前後他們很喜歡抓你的這邊 就是母盆啊 對 然後我就會禁止他們抓 因為我不想讓我的屁股摩擦到對方的大腿 因為他們會想要再震 對對對 想要讓你們這樣 對對對 不可以抓 屁股會摩擦到屁股會變醜醜的 但我覺得大家會選過一次上下是因為 就是 就是早梯太累 對啊 這樣一定就是 OK可是太累 然後大家就會變成這樣以後 然後再來 再來這樣 對 然後這個就是 我也覺得這比較難 這個很累 然後 像金要開 對啊 金要很開 就是有些人沒辦法這樣做 對 的人 就很難做 這樣的話就是很輕鬆 我覺得啦 這樣會比較容易比較長 因為如果你的活動 我跟妳說還懶的話 可是 那個 男生如果超壯 你會動不了 哦 如果超壯 就要扁 然後我們模擬一個超壯的男生 就會動不了 對 這樣他超壯 超厚 超級厚 哈哈 然後覺得動不了 這個動不了 你會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你沒有出來 再回去 你一直在這邊這樣 所以這個 比較不好做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做 欸這樣很輕鬆耶 對 我要講對 前後會長這樣 就是會做前後 長這樣 這樣子就是 我不管很瘦或很壯的 很壯的都可以 但是這個真的很不好做 因為你一直做著 就只能用倒極做 沒錯 好 我先看一下問什麼 這個有正面嗎 感覺咬咬膝蓋會一直往外跑掉 好 重點來囉 就是 你的腳交不可以太近 如果你的腳很靠近的話 會膝蓋會打開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 其實你的腳也沒辦法靠近耶 因為男生是 身體是有寬度的 他有寬度啊 我給你看背面好不好 我給你看背面 就是你的腳不可能是這樣 別再靠近 你腳是分開的 然後你的腳是分開 你的膝蓋不能 不能比腳開太多 這個是你的膝蓋 就是腳的寬度 你不能膝蓋這麼開 你要膝蓋寬度跟腳的寬度差不多 然後這個位置開始 開始前後前後 如果你很開你就會滑開 我做一次錯誤示範 就是我的腳很靠近 然後膝蓋開 然後你做一做 因為你會累累了 你就會一直越長越高 越長越高 你的膝蓋就會越滑越開 最後就會動不了 你就會發現你有沒有辦法動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是 寬度要差不多 膝蓋跟腳 是這樣 然後你這樣前後前後動 就不會滑開 你看我沒有滑開 我再做一次給你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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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不會滑開 對 OK 希望有回答倒 好 大回答完了 還有人會說 對 我跟妳說 這個 沒錯 我的講義裡面就有評分 然後評分有講到第三招 就是補片大部分的男生的評價都還不錯 所以我給他一個A級的評分 不然我們等一下可以請大家投票說 自己最喜歡哪一個 不要不投票 我就留言 我沒有想知道你們喜歡哪一個 我想知道 因為有些人是說 上下比較喜歡 是因為比較像套弄的感覺 嗯 然後那個摩擦的 有的男生可能太不愛 那沒關係 就是看人啊 有的喜歡前後 有的喜歡上下 但是剛剛講的第三招 就是這個 櫃 櫃座的前後 五片收到的評價是還不錯的 太用力了 剛剛太用力了 對 好 好 我要來介紹第五個動作囉 第五個是 手膝腳腳地 手膝腳腳地 手膝腳腳地呢 會非常建議在男生的兩邊 放個枕頭 對 這個 這個給我 這樣 看得到齁 在男生的身體兩側放個枕頭 然後我先做一次完成式 就是 手 放著 然後腿這樣 然後開始 上下上下 這一個 因為呢 為什麼要放枕頭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 通常 男生有厚度 如果他很厚的話 你要把你的腳 會被他撐開 然後你的妹妹 根本痛不到叮叮 你可以想像嗎 大家知道我來講什麼嗎 就是如果他超厚的 太多 太多 這麼厚 他很大隻 很大隻的話 如果他很大隻 你會發現 因為你的腳 他讓你硬撐很開了 你根本 要不然就是你一直在叮叮 你根本出不來 要不然就是 根本碰不到叮叮 這樣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你要用這個 不要放枕頭 在旁邊 對 嘿 手手放在前面 放在他兩邊 你可以摸著他胸口 如果他不怕覺得重的話 你會摸著他 欸 其實我們有時候 都很想做這種 壓著 然後當作男生是很偽穿不易 對 而且他是摸的地方很重要 你可以摸胸肌 一定要摸胸肌 不要摸肌 摸肌 摸肌 因為我自己是都摸胸肌 然後我覺得硬要摸 因為腿太類似 就是他 肉肌是無法呼吸是不是 就是會不舒服 對 因為腰太蠻很深長 但是通常摸胸肌的唯一 我都不敢壓著他 我都怕他無法呼吸 我都不敢壓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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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解了 得到了解答 我們說一半 等一下 我當然是看誰 也不能這樣看 看誰 上下上下上下這樣 好 我先說這個動作看起來 做起來很容易 但是還有一個常見的錯誤 我現在會這樣 身體一直動 然後你看你的屁股根本沒有長到變暗 你其實看後面的牆壁就知道 我們這樣子是 比粉紅色巧聽還低嘛 然後這樣是比粉紅色巧聽高 你要真的下上下上 這樣才有 吞吞吐吐 對 不然的話 這樣吞吞吐吐 不然有些會一直這樣 這樣就會沒有 根本沒動到 我們來看一下 驗手一下 平常練 他們的這個動作 都不OK 這應該對來說很簡單 這應該是對的 反而比較簡單 這是簡單的 可是因為很多人沒學過 他們會覺得這個很難 他們會動到腰 其實腰不能動 其實腰不能動 你看 會有問題就是說 你會覺得這個膝蓋很容易撥 還是就 床太軟會滑開 這個床太軟會滑開 對 對啊 可以 對 但是這邊灰色這樣不能動 還行 還行 好喔 那我覺得壓著的話 就是這邊有點力 反而比較好處 就是因為你的膝蓋 這邊有點弓 這樣會比較好處 因為如果你真的 整個人這樣 就真的動不了 動不了 這樣要稍微有一點 就是你一開始 一定要有一個高度 好 那講到這樣 講到這個 我就順便講一下 因為很多學生 對不起 我現在進入TWRK的時間 跟愛無關 就是很多學生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們手吸腳著地啊 腳腳不要這麼小 就是之後你要接 其他的動作會比較好接 再來 再來就是膝蓋不要這麼開 因為很多人膝蓋都會這樣 很開這樣 那你就會發現沒有高度 你要把屁股弄高一點這樣 在這個位置 高一點 然後這樣子 他才會動 所以看一下側面的 你會比較清楚 就是你要一點高度 你不要一直拉那麼低 高度這樣 上下上下 然後這邊盡量都不要動 所以就會長這樣 OK 好 這個是手吸腳著地 有問了三個問題 我先來看一下問題 請問手吸腳著地 是用大腿帶擺盪屁股嗎 還是用屁股 好 我先說他是用 區寬的力氣 但是你要 手要撐好你的上半身 你的上半身 要很穩不能動 然後你夾這邊 夾這邊 你的屁股就會長高了 我現在身體趴著對不對 然後趴著我身體動不動 但是我現在做區寬這個動作 那我的屁股就會長高 區寬 區寬 對 所以他其實是用 區寬的力氣 大腿也會用到一點點啦 我看一下 大腿帶擺盪屁股 你覺得我有回答到他的問題 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聽不懂 好 如果真的聽不懂 你可以再問我 或是私訊都可以 好我要問看下一位 哇有了專業的回答 娜娜的意思應該是跨坐在上面 但是腳踝位置是壓在男生大腿上 哦 我抖 你抖覺得不好抖 我抖可以當那麼難 但是我看你撞 我也不會 真的不會 真的 不好意思喔 我要押你囉 真的可以 這樣 對就是這樣 你覺得這樣好過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還是 動得了 哦 了解了 原來他的說 那個 在講腳踝 是講腳踝在膝蓋裡面 我剛剛有想到說 剛剛上一個問那個大腿 真的有問題 因為我剛剛練習 我有心理 就是他的意思應該說 這個要不要鬆 就是這個腿要不要鬆 這個動作呢 膝蓋 其實如果你 你會做的話 膝蓋是不用開合開合的 膝蓋是不要動 會長這樣 對不起 了解我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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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想說草皮比較沒那麼硬 但是我已經破皮了 對 好 就是 你看我的膝蓋是沒有 移動的 他就是在原地 但是你屁股會上下 上下 所以他 你那個 ZW的是說 是不是 腿會這樣 沒有 不用 就是 真的是 趨寬 趨寬 然後再 身寬 趨寬 身寬就好 對 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最後一個動作囉 最後一個是 跪趴 跪趴 就是跪的但是身體往下 對 那跪趴我通常是什麼時候會用 我通常是在 跪坐前後 累到不行 累到不行的時候 我就會轉成那個跪趴 如果你這個已經很累了 你就可以選擇這樣 休息一下 但是你往前的時候呢 你要屁股要翹起來 往前屁股翹 然後往後蓋蓋子 往前翹起來 往後蓋蓋子 因為這樣才能勾進去 再出來 不然可以折到 有些會一直 然後就 等一下會一直被拿來拔去 對 然後他有一個小小的訣竅 然後就是 你自己會感覺到 好像快要 快要脫離了 那你就再回去 就是不要一直在原地 有些人會這樣 一直在原地這樣 我說沒有沒有 你要把它拉到 就是稍微要 快要離開 然後再坐下去 然後離開 再坐下去 所以是先蓋子 蓋子蓋子 先蓋子 蓋蓋子 這樣 這個動作比較適合 男生是上翹的釘釘 釘釘是往上翹的 可以用這個 下彎的完全沒辦法 下彎的你就不會折到 對 所以 下彎的你可以反過來 我有看過反過來 如果男生是下彎的 他就會反過來 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有些男生 特別喜歡看你的定格 就會覺得很好看 上 你先蓋 然後蓋 然後先 蓋子 在這裡 好 上翹 上翹就趕過來 看一下還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還有沒有問題 森井露哪裡買的 森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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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分享好不好 我在分享 他真的蠻可愛的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貨 欸我挑很久欸 對 很多種 然後有的長得沒那麼可愛 一婷問說 會坐時腳背會痛怎麼辦 不是啊 你坐在床上欸 喔 我知道了 你是腳踝活動度不足 活動度不足 對好 或是膝蓋摩擦 哈哈哈哈 不用啦 墊枕頭真的 膝蓋摩擦墊枕頭 或是棉被啊 你有棉被你就墊在旁邊就好 對 然後講一下 腳背會痛 我跟你說那個是 腳踝活動度不足 所以如果你平常要讓你的腳踝活動度好一點 有幾個方式 這樣 放著 我有朋友 他是這邊碰不到的 就是腳踝前層碰不到 對 然後你要這樣 膝蓋離地 身體往後 這樣 用屁股去把它壓下去 這樣 有感受到 你可以 對對對 就是如果你真的超弱的話 可以先 可以先這樣就好 就是 因為其實我有些學生叫的不行 就是用這樣做 然後把腳這樣子這樣 膝蓋往上 就是單隻的這樣 好單腳 那你用感覺會對我冰嗎 我覺得很爽啊 因為我很常做這種事耶 你這樣子抬一隻然後這樣 這樣 你有感覺嗎 覺得很舒服啊 就我本來很多學生他這樣 就好痛 所以如果你很弱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動 我超愛就是這樣子壓腳背的 瑜伽也會做的 對啊 快點 像個 長頸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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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先說長頸鹿有點太軟了 我那一隻有點軟 對 所以很容易陷進去 你會覺得哇 超級好動 你剛剛講到那個時候 我突然有一個超級大的心得 好 請說 就是你說那個很厚的男生嗎 然後很厚 因為我會整個人 根本沒有碰到這個 對 碰不到 所以要變成頭啊 沒有 我可是所以這樣擺 你是不是不會碰欸 喔 膝蓋碰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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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實沒有碰到 這邊是懸空 我有時候會把支點放在腳跟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其實是懸空 就是腳 但是這樣手跟可能很痠 不是嗎 當然像膝蓋不會碰 對 所以如果男朋友很厚的話 膝蓋是不會碰到床 因為膝蓋不要碰到床 然後腳跟跟手多出一點力 膝蓋就不會那麼痛 好 再來看 T大大問說 跪趴時 男生在後面的時候怎麼動 可以示範一下嗎 後來我要脫他的褲子了 你幫我拿著這個當作男生就好 因為男生站後面 他是不是跪著 就長這樣 對 然後 女生 在這邊 你看這邊 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就是不要蓋蓋子喔 不要掀太多啦 就是你女生的腳就是這樣 跪著 跪著 然後趴著頭比較低 看得到嗎 然後就是往前往後 往前往後這樣 他比較 如果你技巧還不錯 有的 男生喜歡女生繞圈圈的這樣 但是這個我覺得 只是 樂趣 沒有說是舒服 感覺很酷 對感覺很酷而已 但其實沒有特別爽 所以通常是這樣才會有 對 好我可以真人示範 我就這樣 這樣 那你不是就可以 後前後前嗎 這個其實我蠻疑惑的 這個 會 問題在哪裡 你覺得動不了的原因是 因為手沒力嗎 因為我全部靠手手撐著耶 我手撐好 然後 前前後後 前前後後 因為這種手痠而已 屁股不用動啊 嗯 有回答到嗎 嗯 我剛剛遙遠 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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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那我先跟你們說我覺得 哪幾個動作是可以銜接的 就是 我們今天介紹了六個動作嘛 第一個是倒梯蹲上下 現在在總複襲喔 總複襲 第一個動作是倒梯蹲上下 從側面看 側面看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抓男生手 然後背面看是這樣 背面看是這樣 哦 我跟你說這個還蠻適合的 就是女生如果有穿高跟鞋 然後 在 比較硬的 床 比較硬的床 女生如果有穿高跟鞋 還蠻適合這個體制的 好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教的是烏鴉 我想要跟你講 這很醜耶 可是很特技 你不覺得蠻好 很特技耶 從後面看應該會傻眼 根本像是前面看不出來 你會很厲害 這樣 這樣 第一個 這個 跟烏鴉是可以 同步的閒節 你可以做一做做一做 累了累了就換成這樣 這樣這樣 然後 手累了再換腳 再換腳 就是可以 就可以 non-stop 厲害 non-stop 因為有時候女生就會 我學生會說 老師我想要 就是 不停 不要停下來的那種 對不對 他會問說怎麼辦 對 好 再來我要講 那個 第三個 跪坐跟 最後一個 第六個 我會把它合著做 第三個是 跪坐前後 是這樣 就是前後 然後 第四個是 上下 這個 這個不推 好不推 前後 前後累了 老闆 那你就改成這樣 這樣 1 2 3 4 1 2 而且我發現有的男生還蠻喜歡這樣 就是慢慢的 要慢慢的這樣 然後累了累了 好 休息後就再回來 再回來 這樣 對 這是第三個 那給大家看一下 第三個的 背面 背面 有些會想要知道背面 有人問說 力道和節奏 力道和節奏 怎麼看男生喜歡啊 那你平均大概那個 前後就是像剛 就像老師應該是他示範的那樣 你平常的節奏 就是車骨剛那樣子 對 對對對 有的 有的不喜歡太用力 有的喜歡一個 對 剛剛說總不喜要有背面 力道的話 我覺得可以直接 問另外一半的感受 對啊 你問你的伴侶 這是後面喔 欸 後面會長這樣 這很像啊 這個還蠻像你之前 有看到人家那個 騎 那個動的馬 還是扭框 對 那個 騎馬 對 就是那個 就是這樣 你可以前後前後 如果你會到我圈 你可以到我圈 那就是這樣 前後前後 對 一定要前後前後 然後你的上半身 其實沒什麼動 有些人會這樣 一直 一直這樣 身體動 那就是你屁股就沒動到 屁股那個可以買一個瑜伽球 在裡面臉實 因為其實生產 就是可以做一個球 滾它嗎 對對對 OK 還沒複習完 第五個 第五個是 手吸腳腳底 手吸腳腳底 怎樣這樣 先給大家看側面 這個滿適合就是 體力比較差的女生 可以把這個動作練好 這樣 就是你可以 等於說你把你的體重平均分配在手跟你的下半身腳背上 你就不會那麼累 不然像這種都是在腿上 或是全部靠手 就是烏鴉這個 烏鴉這個 烏鴉這個就是我會 全部靠手撐 我的腿很輕這樣 對 這個就會很累 好 手吸腳腳底的背面看一下 不太累了 真的是坐面 後面會看起來長這樣 好正 好 講完 然後最後一個 複習 什麼 沒有 有人問那個 就是不用回答了 你 用理他 OK 這個 我們教學無關的 請不要發言 好好笑 前面有事 大家要開始罵 大家要開始 我會笑死 真的幸福 我有一個朋友 不是朋友 學生 對 他說他先生超級喜歡他做夾屁股 就是這樣 那個真的很猛 就是如果你的男伴是喜歡夾的話 對啊 開手會 我覺得會蠻有用的 對啊 對不對 你覺得呢 開手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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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用不到了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開合開合 這種問題很沒禮貌 還剩五分鐘 對 然後我的講義裡面有講到說 就是手吸腳地的前後 跟跪趴前後差不多 你就是自己斟酌的用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為他前後是 欸 他很厚 我看我難動 長進路很厚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樣 稍微往直 其實是斟酌一樣 你們發現 一個是這樣一個就是這樣 重心 重心 對 站立時可以做哪一個動作 我今天其實是只有時間的關係 我其實很多可以教 就是包含男生坐著的時候 要怎麼動 女生可以怎麼動 然後男生站著的時候 女生可以怎麼動 可是這樣會太多講不完 所以我今天 只有交男生 就是 對 對 他們站著的時候 女生 對 所以你之後可以再 站著太高級了 對 站著可能要下次再交 好 今天謝謝大家 來參與這個直播 那我們直播我會先放在IG上 如果我之後有空的話 我會把它下載好 然後上傳在我的YouTube的頻道 對 那就 謝謝大家 掰掰 晚安